一大片被阳光造成金黄色的芒草原 在强风吹拂下 整片山坡好像变成大海 芒草柔软摆动就像一泼泼的浪 迷幻美景吸引游客来 摆出各种姿势拍网美照 效果是不错 但其实危机四伏 肯定后壁屋最近出现一个新的网美景点 就是后方这一片叫做草浪秘境的山坡地 看起来很唯美代气势里面 危机重重 本来没有路的山坡地 芒草倒幅硬是被人走出了一条小路 但跟着爬上去 除了瑞丽芒草割人之外 还不时会有里面充满泥巴水的圆形坑洞 深不见底藏在芒草下 就游客跌进去 脚差点拔不出来 走出芒草坡 腿立刻出现十几道割伤的痕迹 都是被芒草给划的 但带着危险的美景 却还是不断吸引游客前往 这块被称为草浪秘境的 是位于后屁湖旁山坡地 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 洛杉丰时期的限定美景 但这放木用牧草 却最是锐利为限 地主为了长出新牧草跟整地 有时会点火烧枯草 造成严重的火烧山 现在又频频传出游客受伤意外 谁要来管理 也不是我们国家公园规划的 一个游戏景点 所以目前就是尽量维持 让它维持原来的一个 原野的一个环境 草浪秘境是私人宜林地 没有限制人员出入 但若为了拍网美照 不顾危险擅闯 若真的受伤出事 最后也是在找不到人负责 Sension张哲如股线 SNG小组屏东报道